赵沙康8日宣布将争取代表国民党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他指出这是自己的决定 没有找任何人讨论 连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也都不知道 他同时也不否认与韩国瑜结盟的可能 称这时候党内必须团结 集中力量 才有机会与民进党奋力一搏 他更表示就算自己初选输了也不会退党 不会这么没有风度 台湾联合新闻网8日称 江启臣日前答应给赵沙康国民党中评委的职写 接下来还有入党需满一年条款 满足这两个条件 赵沙康才能竞选国民党主席 针对赵沙康的表态 蓝营内部看法不一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赵新称 在民进党将台湾带向低迷混沌的艰难时刻 乐见更多统治 勇于展现积极态度 展现国民党争取重返施政 米平乱象的企图心 不过舆论也有不同看法 国民党及前民代邱毅认为 赵沙康决策快速 媒体效果好 这是可预期的肇事风格 缺点是太急 策略混乱 容易被抓住弱点 邱毅认为 原本赵韩结盟是有想象空间的 即韩粉和知识蓝的结合 形成双赢 如今赵沙康沉不住气 竟先宣布参加2024年台湾大选 把原先两人的合作默契给破坏了 还有舆论担忧 无论赵沙康未来是否参选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主席之战恐将面临腥风血雨 国民党主席之战恐将面临腥风血雨